昨天就是終於就是投票表決 最後這個會期通過了40個法案 但是好像被外界認為說 這一屆的這個法案這個效率好像比較不髒 其實齁 從險後到現在已經半年了嘛 這半年裡面大家 新的國會 新的民意 尤其三黨不夠辦的國會 所有老百姓在隱形的看著 這國會在半年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總之來講 昨天7月16號結束 那1月13號選完到現在 這半年 有發現給老百姓的印象是什麼 國人的印象是什麼 一定是一個亂言的地方嘛 北縣亂政嘛 衝突有史以來最大的時刻嘛 那這個事情還能給大家一個總體的看法 但在這裡裡面的說 再把它拆開來看 那南百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民進黨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們在捍衛先人體制嘛 我們在 因為國家先人體制要衝回嘛 現在大關係還在實現 這個月10號 要緊急處分 為什麼要緊急處分 因為你不知道要緊急處分 他會繼續危害嘛 到昨天他們在危害嘛 他昨天還在 還在表決什麼 總統要做國情報告 還在表決什麼 要立即開放兩岸觀光 由小山東維視點 兩岸事情是國 是總統 國安省總統的事項嘛 你可以做一個提議 去超越憲法 整個條件大家看清楚就好 然後這是行政前嘛 所以他們到昨天還是在表現這種 非常典型的案子 換言之說 他們是在做一個自殺行為 因為大家已經都知道 大法官已經要暫時處分了嘛 暫時處分大家應該 一般的人 譬如說 老闆要給他處分 我應該稍微 稍微謹慎一點嘛 他是用盡所有方式 再去衝撞大法官 衝撞所有國人的憲政場試嘛 也就是說 我剛才在節目上講過一句話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愚蠢的政黨 急著把自己送到斷頭台 是不是這樣 人家知道的暫時處分 你覺得你違法 警察中也違法 你這樣不要亂搞 他繼續違法 這個就是 我從來沒有看到 這麼愚蠢 藍白合作起來 整個國民黨的戰略上完全分盤 戰術上也亂搞 這樣的一個藍白合作 好像大家都知道 這個 整個國家現在看了 看什麼 富文奇和黃文昌的顏色 那國民黨背後的人 就能爬下去 柯文昌爬下去 這很奇怪一個結構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一個 一個毀先亂政 讓我們的戰略戰術是 戰略很清晰 戰術是非常非常靈活的 我們要用竭盡所有一切 搶救民族 這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總結來講的話 這半年內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事情 民意起來了 因為所有半年的過程 大家都很驚悚 變成全民一個很好的現任交易 變成全民一個很好的民主保持交易 大家都會關心國家 因為國家是每一個人在這裡生存的 都很高興 年輕人都都站出來 當民意反撲的時候 當青鳥飛起來的時候 他是被寒險在 飛翔在台灣的天空 他的眼睛是非常對意的 他看到你 你共產民眾黨搞什麼 你黃昌昌在搞什麼 你胡文綺在搞什麼 你胡文綺在搞什麼 無能的主委輪 主委輪是毫無作用的主委輪 還有柯文哲 你們這兩個黨主席 這兩個黨主席是100% 承受他們的行為 當時是賣出他們的行為 所以這兩個都 這是一個疫情史上 我聽 像從這30年 看整個 整個我們國家的政治發展史上 從來沒有看到疫情這麼愚蠢的團體 而且天天顯得撞牆 天天顯得上端樓台 這個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國民黨沒有內幕民主 國民黨沒有那第二個聲音 國民黨那些立委 是很簡單 突然是議員 他是沒有從政 因為靠藍牌和那個區分 突然很簡單的拿到權力 變成立法委員 他們覺得不可一試 他們藍牌過半都不可一試 國家作戰掌控中 變本家裡 都是當幫兇而已 那麼整個組織 是一個無腦的組織 是嗎 我想 這是一個給台灣人民 最好的照顧鏡 要看清楚 這是很好的民主交易 限制交易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收穫